自動產生日期 定在日期 當然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那想到日期一定是日期與時間函數嗎 那如果抓今天日期的話 當然你可以想到不外乎就now 不外乎就today 那兩者最大差別是怎麼樣呢 這個now會多時間 不過我們好像不需要時間 所以用today就可以按確定 這個時候會自動抓到今天日期 那倒過日期的話 當然我們要插表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可以下拉 但是這個下拉現在沒有 它效果沒出來 所以呢我們可以從那個郵件這邊 你可以切到郵件這邊 那請各位把那個 性質 這個欄 把它做什麼 我前面講過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第一個呢當然你會想到說在資料裡面有個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裡面呢 它的清單來源 那來源我可以是一個範圍 或者可以給一個名稱 那我講過我習慣用一個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 郵件這邊的性質 把它建一個用公式裡面 用用那個 選取這個性質 然後呢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好 然後把這個名稱加上去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 再到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找到來源的時候 我記得把這個先改成清單 把來源改成F3 會有一個所謂的性質 然後這邊有個性質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一個 哪一個建數 那我要 什麼時候到貨呢 到貨的方式 基本上會根據今天日期 再加上 普通鍵 那特別是普通鍵 你就需要一個查表 普通鍵查到5 再把5帶回來 所以把這一天日期加上幾天 所以如果比較一般性的做法是 當然你可以 可以先把這個先查出來 那這個怎麼查 首先你要先確定一下 這個範圍有沒有建立一個 一個名稱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把它選起來之後 這個範圍 好像預設已經叫做郵件了 如果沒有你就 就自己 把這一個範圍 重新再給一個名稱 我習慣用名稱 前面講過用VIP函數的話 那如果要查到它什麼樣的建數 幾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那個VIP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前面講過 檢視與參照 最下面一個 VIP函數 按確定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 這個要查的 查什麼呢 查F3 就是郵件裡面嘛 剛剛那個對照表裡面 那 把第幾籃抓回來呢 把第2籃抓回來 因為比一定是比第1籃 不可能比第 這個第1籃以外的 那比對方式 我們輸入0 完全一模一樣 比對 好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發現 普通鍵 自動幫我抓回來什麼東西呢 抓到的 就是一個5 也就是說呢 我 從這個地方 它帶回來的 就是5 當然如果你是 什麼呢 旗艦那就2 最速艦就是1啊 其實全 全角的一個對照表裡面就是一個陣列 一個範圍 OK 好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並不是 我最後要的結果 因為回來的時候 應該是 假如是一個數字的話 我用通用的方式 5 那我應該把這個日期再加5天 那我講過來 就是 其實日期就是一個數字 數字的模擬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什麼呢 把這個加上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 View函數前面再加上什麼 就是先點一下 這個位置 第2 加上 加上什麼 加上5天 OK 就是這個日期 加上5 我講過就是 雖然它是一個 日期 可是其實它裡面放的是數字 那數字呢 再加上5 有沒有一個數字再加5 其實就是 再模擬出一個日期的話 那就是那一天 所以把它打勾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不過前提是你必須是 要是一個日期格式 因為如果你是通用格式的話 它回來是這樣子 就不對了 那這個日期 這個數字我前面有講過 基本上它是跟 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 相差幾天的一次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這個格式 改回來到日期 OK 它就是 5天之後 就是5月 15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剛剛講的 就是 剛好15號 沒有人在 所以如果沒有人在 就沒有人可以收這個貨 所以怎麼辦呢 要避開 6日 避開6日 怎麼避開呢 你剛剛有同學 剛剛有講了 有人說加2天 可是如果剛好 那又不是禮拜六 禮拜天怎麼辦 比如它極限 差1天而已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必須用 另外一個函數 就是 用那個 也許 VIP函數 應該還是需要的 然後呢 可是不是加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 先把那個VIP函數 這個5天 插回來幾天 先把它剪下來好了 然後呢 插入一個函數 特別注意 日期與時間函數 前面有講過 就是 在那個有個 Work days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 Network days 基本上 Work days回來的 它會是一個日期 可是Network days 另外一個 Network days 這個回來的 會是幾天 工作天 OK 所以它這兩個 函數都會把那個6日 給避開 所以特別就是Work days Work days 回來是哪一天 按確定 不過呢 它會跟我們要幾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Start day 哪一天開始呢 這一天 對不對 就是訂單 然後Days 差幾天 那就是剛剛VIP函數 所以把剛剛VIP函數 就撿下來的東西 貼回去 Holiday 那你有沒有國定假 或者你們公司內部的休假 如果有 你就再另外再 建一個範圍吧 用F3 選到 它就會避開了 OK 好那特別注意呢 這個時候呢 因為 我們會經過 剛好五天之後 會遇到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呢 禮拜六禮拜天避開了 所以它又延後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按確定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 回來的就會是5月17號 因為它自動避開6日 OK 特別注意 所以 假如 你剛剛那個部分呢 沒有 因為有些公司是 禮拜六禮拜天有上班 那你就用VIP函數 直接查 加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們公司 禮拜六禮拜天 沒有上班的話 那你就用 Walk day 就可以把它避開了 那 另外還有就是說 Holiday 因為這邊Holiday 沒有加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休假日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Holiday裡面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再把那個部分給略掉 OK 那Holiday 其實不是一天 你可以是一個範圍 也就是未來可能會遇到那些 那些日期 國定假 你也許可以查 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局網站裡面都有 你也可以把那些日期加進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避開6日 客戶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成下拉的 來源就是什麼客戶 的編號 所以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 那我確定一下在公式裡面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沒有客戶 這個客戶好像 那個連結壞掉了 把它刪掉一下 客戶表 這個客戶表指的是A2到這個範圍 客戶編號 這幾個壞掉 有沒有 這個 Ref 就是他的那個 參考範圍 錯誤 所以 我乾脆把這個後面這些 把它刪掉 重建 乾脆直接從 把那個 留下剛剛的信值跟郵件 就好了 其他都刪掉 重來好了 OK 那第1個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 透過下拉清單 所以一樣 客戶編號怎麼 建下拉清單 一樣 包含客戶編號選起來 從選取範圍 這個建立 頂端列 按確定 客戶編號就建立起來了 好 那我可以在這邊 直接呢 一樣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把它改成清單 這邊來源呢 按F F3 會出現客戶編號 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OK 那你會發現 001到004 那我們需要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查出他的名稱 放這一欄 電話 地址 那怎麼查 很簡單嘛 因為要查表 所以一樣 再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名稱 現在沒有 那把它改成叫客戶 客戶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直接在這邊 貼上 按個Enter 這個範圍呢 以後就叫客戶了 應該 應該還記得這個方法吧 這個是用名稱的方式 這邊就叫客戶 那如果你要查表的話 那你一樣插入函數 用那個什麼呢 這個這個 檢視與參照 最下面這個 幫我查什麼呢 查編號 那如果說 F4 這個地方是 根據什麼呢 根據客戶 在 這個 客戶編號裡面 幫我查一下 客戶裡面 他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我需要查回來的 那個 客戶的名稱 放在第幾欄呢 基本上呢 可以看到 第2欄第3欄 所以基本上就234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第2欄放進來 然後比對方式 我們就輸入0 完全比對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 他就會 出現 如果我有查 他就自動帶外 但是如果裡面沒有的話 會出現這個 None 就是那個 Not available 找不到東西 那怎麼辦 一樣 你可以 把它剪下來 做個判斷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邏輯 邏輯部分的話呢 假如說裡面 沒有資料的話 一付 按確定 什麼呢 這裡面 假如沒有東西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空置創 那一樣我也給空置創 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給什麼 給我查詢的結果 特別這個這個方式用到的機會 還蠻大的 我看確定 那我就可以 有查有資料 沒有查 沒資料 OK 那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再把它貼到 這個 這個後面裡面來 然後這邊輸入3 OK打勾 這邊輸入4 OK 然後呢 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了 所以這個你會發現 有資料 就會自動帶 沒有資料 他就不會有資料 OK 那其他商品編號一樣 所以請各位一樣 商品編號部分 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呢 先做一個什麼名稱給他 頂端列 記得把這個範圍 一樣 乾脆 直接建一個商品的 名稱 所以做兩件事 一個是 那個 商品編號 先建一個名稱 在底下要查表 所以呢 把這個名稱 改為商品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這個範圍 因為全部都要下拉清單 所以這個範圍直接選取 資料裡面 資料驗證 那一樣把它改為清單 然後呢 名稱來源就F3 改為什麼呢 改為商品編號 按確定 OK 那這邊的話 都會有下拉清單 那當然其他的話 你查表了 包含規格 包含單價 這個地方都會 自動帶過來 這個原理原則 跟這邊一樣 但是序號 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序號部分的話 那我要怎麼 序號可以自動產生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假如說我今天 我希望呢 當他有顯示的時候 他幫我輸入01 當他有 輸入的話 就變02 所以這裡的話 要怎麼樣可以自動產生 這個下 這個編號 那我如果不是用VBA 我需要用什麼 用函數 那你可以想到 這裡有什麼 哪個函數可以自動幫我產生 這樣的 這個編號 可以想想看 這裡 大概會用到兩個函數 兩個函數 前面都用過 一個函數呢 是抓他的裂號 但是他抓到裂號 可能不是我們要 沒關係你把它減掉嘛 第七列嘛 你把它減6比較好 對不對 可是他回來的是 沒有加0 那如果你要加0 前面好像有講過嘛 補幾個0 有沒有 好像在第一次上課有講 OK 再來 可能最後要再配合一個if 邏輯 如果他裡面有資料 才顯示序號 如果沒有資料 就不顯示序 OK 那其他這個我想再來就是他的數量 數量有了之後就把這個數量再加上他的單價 幫我自動合計在這邊 那最後他有多少的話 再合計到這邊 這個自動化就完成了 我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後面再把這個部分講完